第六十一集 听了这店主 几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倒出了这几个月的心酸 叶好轩微微笑道 你还是得罪人了 你想想 这几个月内 有没有一些和尚啊 或者道士类的人 在这里出现过 经叶好轩这么一说 店主马上想起来了几个月前 有一个衣着破烂 像叫花子一样的道士 来到这里吃饭 只是浑身又脏又臭 他直接把这道士给轰了出去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店里才接而连三的 出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听了店主的描述叶好轩道 你这种情况 应该是被人在店里放小鬼了 那道士显然不是一般的人 放小鬼 店主打了一个喊着 一瞬间脸色都有些发白了 他哆哆嗦嗦地说道 那怎么办 我被鬼缠身了 兄弟 我看你懂得挺多的 你可得救救我呀 这家店七百 不 六百万 六百万给你算了 叶好轩白白手道 这些东西没有你想的可怕 他们不伤人 甚至会怕人 只是之前你得罪了那道士 他们这是 受这道士的命令 前来捉弄你的 就是要弄得你鸡犬不宁 那怎么办呢 兄弟 你可得帮忙我 叶好轩越说越不可怕 店主越是怕得惨无人色 这个问题不大 很简单就可以除去 只是 你的店还卖不卖 叶好轩问道 卖 当然卖 只要兄弟帮我这个忙 我最立价给你 店主连忙点头说道 即使是这家店以后没有问题 想想这里之前被放过鬼 店主都觉得心中甚得慌 当下店主便拟了合同 以每平方八万的价格成交 在清源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 就算是住房 也会飙到一两万一瓶 在这样的繁华地带 八万一瓶已经是很低的价格了 叶好轩看过之后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 便痛快地转账完成交易 交易完成 店主也不想在这家店多留 而是拿了合同一溜烟似的跑了 叶好轩将店门关上 然后取出四枚金钱币 放在店内的四角处 然后他屏息凝神 幼族重重地在地下一顿 随着他幼族的顿地 被他放置在室内四角处的 金钱币一亮起 闪了几闪 然后便恢复了正常 叶好轩将金钱币收了起来 联系了一家装修公司 然后便锁门离开 而在一个破烂的小巷子中 一个浑身破烂的道士 正躺在一个杂物堆里睡得正香 他突然猛地坐起来 大叫道 救火 救火呀 只见他的胸前不知道何时冒起了熊熊狼言 而且有一道湛蓝色的火苗窜起 他心急火燎地乱拍一通 这才总算把身上的火苗扑灭 道士被惊得一身冷汗 连忙取出一把唐木剑 一声轻吃 然后手持木剑一招 他这木剑便是洋鬼所用的剑 平时一招之下 他放出去的小鬼便会马上回来 只是这次招了几次 却没有半点反应 遇见高人了 这倒是喃喃地说道 顺手把木剑丢在了一边 清源的装修公司服务非常到位 只需说了一个大致的装修意向 马上便会有专业的设计人员 汇出一个效果图来 接下来的事情便不用你操心了 正要开车回家 叶浩轩一眼瞥见了一边报纸摊 一张报纸上的几个大字 仁爱医院孟泽斥中医无效 中医到底是巫术还是国粹 叶浩轩买了一份报纸 寥寥看了几眼遍及大怒 孟泽这个孤明钓鱼之徒 他冒充自己的救人成果可以忍 但这样诋毁中医 却是他不能忍的 眼下孟泽因之前车祸重伤的产妇顺缠的事情 被媒体鼓吹成神医 眼下的声望正如日中天 只是他的无耻程度是叶浩轩生平所见 有时候一个人的声望太高了也未必是好事 声望越高 越是如履薄冰 一不小心便会被摔得粉碎 叶浩轩丢了报纸 华老的电话便打了过来 小爷 明天有事没 没事 华老有事吗 这样的 明天仁爱医院将会举行一个医学交流会 会邀请许多知名专家前去 而且之前仁爱医院的孟泽医生车祸现场的病例 已经被列入经典病例 要拿到明天的交流会上探讨 你要不要去看看 华老笑道 不用了 那只是一场中医治疗 你说什么 你说那是中医治疗 难道当天你也在现场 华老吃了一惊 那场车祸的孕妇 是我为她接生的 叶浩轩淡淡地说道 我明白了 你是说病人是你救的 跟孟泽关系不大 不仅是关系不大 而是跟她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而且孟泽在当场 一直主张放弃大人 唐老的孙女当天也在场 如果华老不相信的话 可以求证 混账 她口口声声地诋毁中医 还这样无耻地将别人的医疗成果 据为己有 还有没有王法了 不行 这件事我一定要让真相大白于世 华老怒道 华老 车祸现场的人为数不少 而且媒体这样大肆报道 都没有人出现指责 这其中的猫腻 你应该懂得的 我明白了 这是仁爱医院的领导做了手脚 你放心 我在公安系统认识有人 会查当天路段的监控 到时候看仁爱医院的脸往哪里放 华老愤怒地说道 华老 你想到的 他们也能想到 那段路的监控恐怕早就已经不在了 叶好轩苦笑道 那我去找当事人 华老 你放心吧 明天我会去的 到时候 我会让那公鸣钓鱼的家伙好看 叶好轩沉声道 挂了电话 叶好轩思索了一下 然后便和毛承文打了一个电话 第二天 在仁爱医院的大会堂中 一场全市的医学交流大会在这个地方拉开了帷幕 这次仁爱医院几乎邀请了整个清源市所有的顶尖医学界的人物 而且还有数家媒体在进行采访 如果这次交流会能成功举行 仁爱医院的声望将驾驭到人民医院和中医院之上 一跃成为整个清源市最大的医院 而这次交流会所探讨的病例 则是围绕着之前车祸产妇那件病例所进行的 在大会堂的上方 孟泽春风得意地侃侃而谈 其实孟泽在医学界原本就小有名气 本身也是有着几把刷子的 面对同行的提问 他对答得体 而此时一个记者起身问道 孟医生 之前你说过中医是巫术迷信 请问有过这回事吗 现场一时间安静无比 所有的人都盯着孟泽 等待着他的回答 孟泽清了清嗓子说道 我的话有些偏激 但我个人始终认为 中医不治病 所谓的针灸都是骗人的把戏 他的话一出口 在场的所有老中医都愤怒了 孟泽这样说 让他们情和一看 那请问孟医生 有人爆料 之前在车祸现场的产妇 引入重度昏迷 情况与植物人一般 你是用什么方法 让他清醒过来 而且顺利产下婴儿的 一个声音冷冷的传来 却正是化老 这个就涉及到很专业的知识了 产妇虽然中度昏迷 但在某种程度上 还有着自主的意识 我是采用心理暗示 这才能令他顺利地产下婴儿 并且清醒的 当然 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而是要归功于奇迹 对于这个 孟泽早有准备 医学上的事实 其实有时候也虚无缥缈 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高端领域 即使你胡看 也不会有人认为 这是胡看 相反 会觉得你的话高深莫测的 但是 我还听到有人爆料 当天的产妇 是有人为他施过针酒后 才清醒的 有这回事吗 话老一语惊人 把媒体所有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这些媒体马上从两人的 针锋相对中 闻到了一丝淡淡的阴谋的味道 这话老是第一人民医院的 这次是来拆台的 绝对没这回事 孟泽一惊 但随即镇定地说道 那好 那你为什么不请当事人 出来讲讲呢 也就是产妇和她丈夫 话老问道 他们夫妇在车祸中受了伤 所以不能前来 话老 你这是在质疑我吗 我不是在质疑你 而是这场车祸救人的医生 根本就不是你 话老的话一出口 媒体炸开了锅 一窝蜂般地涌到话老的跟前 话老 你这样说有依据吗 话老 难道车祸时救人的另有其人 你胡说 你没有证据 不要污蔑我 我敬你是医学界的前辈 可以不跟你一般见识 孟泽的神色上 闪过了一丝慌乱 但随即他又镇定了下来 我当然有证据 话老拿出了一个光碟道 这就是车祸当天路段的监控 我去公安局调的时候 局里的人说这路段的监控坏掉了 但是市里所有监控 在总局是有备案的 这是我在总局找到的 你要不要看看 一瞬间 仁安医院的两个院长 与孟泽脸色惨白 愣汗大滴大滴地流下来 画老在开玩笑呢 这样吧 时间不走了 今天的交流会到此结束 仁安医院的院长 强自镇定地笑道 只是媒体及在座的医生 根本不去理会他 在众人的期望下 画老将这光碟在大屏幕上 播放了出来 当天车祸的一幕 又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果真如画老所说 当天救人的根本不是孟泽 而是一个年轻人 只是视频被处理过 看不清楚年轻人的样子 而且年轻人用的是针灸法 将产妇救醒 然后用奇怪的方法 助产妇产下婴儿 从头到尾 孟泽都站在一边 甚至连手都没伸你一下 当天救产妇的 就是用针灸 你将他人的医疗成果 据为己有 而且还诋毁中医 说你孤名钓医 都会侮辱了这个词 画老冷冷地说道 仁安医院果真是人才济济啊 是啊 拿别人的病例 硬说是自己的 还要脸不了 厨医怎么了 不照样能救人吗 而且不是西医能比的 一瞬间会议堂中炸开了锅 刚才吃瘪的一些中医心头大爽 一个个毫不客气地反击了回去 孟泽的神色惨白 看了一眼一边的政府院长 仁安医院的院长 一拍桌子大喝道 好你个孟泽 竟然会做出这样无耻的事情 你被开除了 其实这件事 完完全全是两位院长策划的 如果事情不败露 医院级孟泽博得了名声 如果事情一不小心败露了 那不好意思 孟泽只有当替嘴羊了 孟泽双腿一软 瘫倒在椅子上 双手堵住脸 第二天在报纸的头条上 便是孟泽双手独脸的那张大特写 同时媒体上也是一阵批判的声音 仁安医院孟泽占据他人医疗成果 医学界的耻辱 仁安医院孤名调育 随手合上了报纸 叶浩轩这才露出了一个满意的笑意 既然有心想把这个成果据为己有 仁安医院当然不会让人那么轻易的 让人抓住把柄 当天便找关系 把那一天的监控删除 只是叶浩轩起高一招 直接找来了毛承文 从总局调出备份来 而且在医学交流会上 狠狠地抽了仁安医院一个耳光 几天过去了 店中的装修也到了尾声 叶浩轩去店里看了一看 只见里面按照他的意思 装饰得极为典雅 入门便是一股古香古色的味道 只是看着门外 似乎少了些什么 思索了一下 他恍然大悟 店内装饰的是不错 但至少你也应该要人知道 你这家店是做什么的吧 总该给自己的这家医馆 取个不错的名字吧 看着空荡荡的店门口上方 夜号悬心中唯一沉隐 拿出一张纸 写下悬湖鞠 然后又写下一副对联 交给了装修公司的工作人员 要他们按照这个做出招牌 忙完了这一切 正要开车离开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摸出来一看 却是林语彤大小姐的来点 在哪里 马上抱出你的方位 电话中的林语彤的语气 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 想起当天林语彤 胖揍东方大少的情形 夜号悬忍不住一阵发寒 这个女人平时挺漂亮的 但真惹恼了她 她分分钟会变成一个女暴龙 暴出了自己的位置之后 不到半个小时 林语彤便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只是林语彤小姐的神色 多多少少有些不善 林语彤小姐 谁又招任你了 叶浩轩疑火地问道 没人招惹 就是心情不好 跟我去一个地方 林语彤说着便 硬拉着叶浩轩进入车中 转了几条街 来到一家拳机 俱乐部前 一下车叶浩轩迟了一惊 感情这林大小姐的心情不好 让她来做陪练的沙包呢 站在门口的她神情 便有些畏畏缩缩了起来 这让她很为难啊 虽然她的武力值远远在林语彤之上 但这毕竟是侍卫的千金啊 万一她还手打出个好歹来 她可是吃不完兜着走 但这个林大小姐的武力值 也不是盖的 如果一味地躲避 被她鄙视不说 说不定最后还得让她揍得 鼻青脸肿 进去 林语彤神色不善地喝道 事已至此 左右是个死 叶浩轩也只能 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换衣服 选了一个搏击场 丢给了叶浩轩 一身白色的练功服 林语彤也取出一件去换 叶浩轩摸摸鼻子 只有按照林大小姐的话去做了 不然的话 她没有好果子吃 片刻之后 林语彤的衣服已经换好 看着她穿练功服的样子 叶浩轩眼前不由的一亮 只见眼前的林语彤 一身素白的练功服 虽然宽松 但跪在她身上有料 该撑起来的地方 一点也不比穿紧身衣小 而且透过白色薄纱的衣服 叶浩轩甚至看到 衣服若隐若现的蕾丝边 你这是在鄙视还是在诱惑人呢 叶浩轩下意识地 向林语彤赤着的双脚看了一眼 只见一双玉族光滑细腻 柔弱无骨 叶浩轩突然想起上次 为林语彤按摩足部时的情形 一瞬间目光变得有些火热了起来 林语彤也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微一红 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脚 一眼瞥见叶浩轩的火辣的目光 又有些恼羞成怒 一声轻斥 猛地向叶浩轩弓了过来 林语彤喜欢武术 从小就败在一位八级全民师的门下 这些年的练习也颇具火候 只是八级性猛且练 不太适合女生 叶浩轩眉头一皱 双手轻轻一分 将林语彤的双手夹在右手叶下道 不是说了吗 你不适合练这个 要你管 你又不是我男朋友 林语彤翻了他一眼 一抽手又是一掌 向叶浩轩劈去 叶浩轩感觉得出 林大小姐是用尽全力的 眼下也不敢马虎 提起精神小心的应付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品者 用尤其